我们讲看过西游记的人 想必都会对孙悟空的分身术并不陌生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一款导弹也具备分身术的话 一枚导弹能够瞬间变成十枚 那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那么就在去年俄罗斯的阅兵式上 首次曝光了一款能够分身的导弹 与此同时我们看美国也在新型反导系统上 打起了这种分身术的念头 那么这些导弹到底神奇在哪 这场毛与顿之间的分身大战 谁又会是最终的胜利者呢 2015年5月9日 在俄罗斯纪念魏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 俄军方首次曝光了最新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成为红场阅兵中最为震撼的一颗 据媒体报道 亚尔斯洲际导弹由莫斯科热力工程研究所原制 是俄罗斯最新一款洲际弹道导弹 作为白洋M洲际导弹的升级版 亚尔斯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由原来的单一弹头变为分导式多弹头 能够携带三至六个主动制导分弹头 每个弹头爆炸当量为15至30万吨 可以瞬间摧毁一座小型城市 据媒体报道 所谓分导式多弹头 就是在有制导装置的母舱内装多个子弹头 在进入预定轨道之后 由母舱按预定程序逐个释放子弹头 使其分别瞄准各自的打击目标 它们打击的对象可以是相距甚远的不同目标 也可以是同一个目标 而且打击效果也并不是单纯的破坏很佳 而是会产生聚焦作用 成倍的增大破坏效率 冷战时期 美国就曾做过一次试验 有多枚钻地弹头投送到目标区同时爆炸 利用多弹爆炸所产生的聚焦效应 对地下深处工程破坏十分巨大 据数据显示 当分弹头相互距离400米时 爆炸的聚集地冲击效应 比单弹爆炸所产生的爆炸强度 提高了倍值多 比如现在的多弹头 比一个变成四个或者是一个变成十个 实际上不是十个导弹 它是在整个的有效载荷舱里面 装了十个弹头 然后它可以按照不同的目标 去每一个弹头攻击一个目标 形成大范围的毁伤效果 它可以把制导向每一个弹头延伸 这样每一个弹头可以去攻击一个目标 所以从目前看的这种打击方式 已经成了弹道导弹对目标进行攻击的一种新的方式 这样打击效果就可以大度提升 所以我们说这种分导式的多弹头确实有强大的威力 但是我们说对于俄罗斯的亚尔斯来讲的话 这种分导式多弹头其实还有一项独门绝技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马上去了解一下 据媒体报道 相比于普通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亚尔斯还拥有自己的独特决机 采用了最为潮流的隐身化设计 使得对手防补胜防 除此之外 亚尔斯还采用了新型的突防技术 在其弹头上安装了主动式电子干扰系统和红外干扰系统 可以令对方反导系统中的光电探测设备或引导控制系统失效 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和良好的飞行并行 能够穿透高度保护的目标 降低其被反导系统成功拦截的概率 俄罗斯曾向媒体声称 亚尔斯导弹采用的这些突防技术 使得它可以突破当前任何一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而作为俄罗斯最新一代的杀手锏 亚尔斯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 就是其具备弹道变化和末端机动变化能力 其分弹头能够在进入大气层阶段 尤其是已经快接近目标之时 根据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自动变回 实施蛇形机动并最终精确命中目标 而据媒体报道 作为比分导式多弹头要先进一代的一种多弹头技术 机动式多弹头最为明显的特征 就是解决了各个分弹头的机动和制等问题 分弹头能够自动锁定目标 从而改变弹头行径统机实施打击 据了解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宣布研制成功一款 携带机动式多弹头的同弹 然而亚尔斯各个分弹头能够实施变回 似乎意味着 俄罗斯已经向完全掌握机动式多弹头技术靠近了一步 这个机动变轨能力也不是说它可以完全自由化的机动变轨 它实际上也是要在整个飞行之前要进行设置 比如它在飞行的过程中突然间来一个上月再下来 这就是机动变轨能力 不要小看这么一个稍微的这种机动的一种能力 对方的拦截体系几乎就无法对你进行拦截 俄罗斯它现在不断地强化自己的每一个子弹头 都具备机动变轨能力 就是要增强自己的突防能力 那不管怎么说 这个亚尔斯确实在分导式多弹头领域实现了一种突破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之所以说分导式多弹头能够达到如此高科技的水平 应该说离不开老一辈的多弹头导弹的探索 据媒体报道 在分导式多弹头出现之前 并有一种多弹头式导弹出现 那就是极数式多弹头 极数式多弹头导弹的结构 类似于一般的子母弹 在一个母舱里有多个子弹头 当导弹穿过大气层飞底目标区域上空时 母舱自动打开 从舱里面放出所有的子弹头攻击目标 三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苏联就开始研制极数式多弹头技术 并很快将SS-9导弹改进为极数式多弹头型 然而苏联随后发现 由于各个子弹头并无制造能力 在飞行弹道中和落点区域内的分离距离都不太大 因此效果有限 不过即便如此 这种弹头还是能够大大提高攻击的突防效果 提高导弹投送效率 而且可以实现子弹头在目标区域内的均匀散步 克服大当量单弹头在打击目标时 破坏效果强弱不均的情况 不仅如此 极数式多弹头并不需要太复杂的分离技术 只要导弹满足载荷要求性 因此苏联将大量的SS9导弹进行了多弹头的改装 与此同时 美国对极数式多弹头也进行了大量实验 并且取得了成功 然而 就在人们认为美国也会像苏联一样进行大批量装备的时候 美国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 放弃装备极数式多弹头导弹 即使美国现在花费大量的美元把自己的导弹都变成极数式多弹头 但是苏联在短时间就能追上 有两国在冷战是航天水平差不多 只要你能够做到我也能够做到 但是分岛式多弹头未必是一个国家在短时间能够赶上的一些能力 如果像发射能力 俄罗斯之前的火箭 它的这种在河能力跟美国差不多 有的地方甚至美国还要强大 如果都比重量 这个恐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美国的优势会丧失殆尽 如果在更加精细的工作上努力 在更加尖端的项目上用劲 这样有可能把苏联那个距离拉得更远 所以分岛式多弹头就成了它一个选择 那么应该说 美国还是有它自己的盘算 跳过极数多弹头 直接进入分岛式多弹头的研究 而事实上我们发现 分岛式多弹头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趋势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俄罗斯目前正在研制一款 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其有效载荷达到5吨 是白杨和亚尔斯导弹的三倍 最多可以携带10个分弹头 超过了亚尔斯携带的弹头数量 目前该型导弹的试验设计工作 已经展开 计划在2018年之前完成成品 装备到战略和弹箭兵 与此同时 2015年11月13日 据媒体报道 美国计划装备新一代陆基洲际导弹 新导弹将取代美国现役的 450枚民兵三洲际导弹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新导弹 不仅能够以公路和轨道机动模式发射 而且还可以携带两枚分弹头 有专家称 机动式发射和多弹头的结果 将使得这种导弹同时具备较强的生存能力和突发 就在美国和俄罗斯加快对分岛式多弹头的研制进程之时 印度似乎也不甘落后 2013年 印度就取得了一箭七星的成功 意味着它的烈火导弹有能力携带多弹头 2015年1月31日 印度在惠洛斯岛的综合试验场 成功试射了靠携带核弹头的 烈火地对地洲际弹道导弹 印度官方称 这款烈火导弹将会尽快服役 而一旦其正式裂装 印度将研发能够安装多弹头的升级版烈火 10枚枚导弹拥有3到10枚核弹头 而我们看到 就在世界各国大力发展分岛式弹头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现 美国已经打算推出多弹头导弹的克星了 究竟是什么呢 马上来开始 据媒体报道 面对世界多国分岛式多弹头的发展 美国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 一名美军官员称 拦截洲际导弹释放的每一个分弹头 都需要发射一枚拦截导弹 而为提高反导的成功率 甚至要发射多枚拦截导弹 来对付一个分弹头 美国导弹防御局此前曾表示 如果一枚洲际导弹携带10个分弹头或者6R 其他国家只需要发射2到3枚洲际导弹 美国所有的地基拦截导弹库存就会被耗尽 而如果装备更多的拦截导弹 美国在经济上又难以承受 为此 美国决定研发新型的拦截导弹 2015年12月17日 据媒体报道 雷神公司的未来多目标杀伤器概念 获得美国导弹防御局的同工 根据雷神公司公布的示意图显示 每一枚这样的拦截导弹 可以携带6个多目标杀伤器 而每个杀伤器都拥有独立的传感器和矢量推力系统 由此 一枚拦截导弹就可以拦截多个目标 据媒体报道 这种反导杀伤器 预计将于2016年5月完成设计 2030年前 它就将装备美决 据专家分析 一旦多目标杀伤器被研制成功 一枚陆基拦截导弹就可以当作6枚来使用 这不仅在技术上 能够满足美国拦截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的要求 也能够极大降低拦截成本 然而据媒体报道 如果要研发出体积大幅度缩小 而性能又提升的小型化拦截器 必须对发动机 材料 传感器等技术进行全面升级 而这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小的工程 作为一种拥有分身能力的导弹 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具备强悍的突防能力 和强大的打击能力 世界多国纷纷投入了对他的平治 掀起了异股潮流 然而与此同时 多弹头式的反导也开始进行平治 准备拉起一张针锋相对的反导大马 那么他们究竟谁能技高一筹战斗上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